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律概论 大家好 这是法律概论第六讲次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 本讲次的讲授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在探讨 我国中央政府的组织 第二个是想来探讨一下 我们立法院的性质 第三个来探讨立法院的职权 我们一样用一些问题跟案例 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说 首先要来了解我们的宪法的 中央政府的组织 我们就会发现到要推到 我们当时的午餐起义之后 在午餐起义之后 这个推翻了满清政府 事实上满清政府还是存在的 但是那个时候 首先公布了一个 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那个时候采用的总统制 后来到了袁世凯 来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为了防止袁世凯的野心 又改成了内阁制 然后我们的宪法就从总统制 内阁制 总统制内阁制 又不断地在转换 一直到了我们抗战胜利之后 民国35年来自宪 36年来行宪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的这个中央政府的组织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制度 就出现了很多的争议 所以我们我国的政府的体制 也就是对于宪法 对于政治权利的划分 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制度 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我们的宪法的 本文的规定来看 我们的宪法的本文说 35条说总统为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当然我们还有从36条到44条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总统有统率 全国陆海空军的权利 有依法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 要经过行政院长 或有关部位首长的附属 这些我们看起来 我们的政府体制 有点类似于所谓的总统制 我们总统有缔结条约宣战 购合案这些等等的权利 都要经过这些附属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宪法上面还有规定 我们的行政院 是国家最高的行政机关 所以在这个宪法的本文里面 我们看起来 它又有总统制 又有内阁制 这个又有复义权 又有这些 这个总统的实权 又有行政院的权利 所以有人说是不像制 也有人说是双手展制 但是我们说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全能区分制 但到了这个 动员刊断临时条款的 这个体制规定的时候 在民国37年 这个5月10号 公布了动员刊断临时条款 这个动员的临时条款 我们是比较偏向于总统制 那到了征修条文里面 宪法征修条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第一次 在民国80年的征修条文 我们是偏向于总统制 到了民国81年 我们还是在总统制 但到了民国83年 我们采用了公民直选的时候 我们最正列的 对总统副总统的 弹劾案的这个规定 显然就将我们的政府的体制 偏向于总统制 到了民国86年以后 我们显然就是双手闪制 就进入到双手闪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86年7月21号 公布的第二条第三条 我们政府体制偏向于 法国第五共和国的 这个双手闪制 好 那我们就发现到说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的 这个对于中央政府的体制 怎么会做这些规范呢 我们是不是有因人而义法的问题呢 这也是学者在研究的这个问题 像我们刚才讲 在临时约法的时候 当时推举孙中山 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那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相信他 所以用总统制 到了袁世凯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他的野心呢 所以我们又用了内阁制 到了呢 蒋中正当总统的时候呢 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动员刊论临时条款 各位知道呢 我们刚才讲到是37年5月10号 37年5月10号 我们的总统还没有就职 第一任中华民国 行宪之后的第一任总统 是在37年5月20号才就职 所以在30年5月20号之前 我们就把他的权力限制住了 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动员刊论临时条款 他可以以刊乱之名来行使独裁之实 那宪法就可能被这个所谓的迫弃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用了一个所谓动员刊论临时条款 但是那个时候蒋中正的这个威望很高 所以就用了总统制 接着呢我们刚才讲到了 到了这个蒸优条文的时候 各位知道我们当时有所谓的委任直选 跟公民直选 这两个派系在这边斗争 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党的二月政争 五月政朝 这个时候呢造成了国内政坛上极大的震撼 这个本来呢 这个是要采用的委任直选 一系之间呢又改成了公民直选 他在公民直选之后呢 当然就以双手展示的这个方式 这有点类似于当时法国的这个第五共和啊 这个戴高乐啊 为了要出兵平乱啊 就要求啊 当时的这个法国总统选举啊 由国民议会的选举方式啊 改成为啊 这个公民直选的方式 进行到这个所谓的双手展示 有点类似的这种情形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到 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央政治的 这个组织啊 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啊 我们你想想看从民国呢 元年一直到民国啊 这个83年啊 我们经历了所谓的总统制 类格制一直不断的转换 到83年改为双手展示 好 今天呢已经是一个双手展示的制度了 我们已经呢很难去修宪了 因为我们现在修宪的这个规定呢 是非常的这个严格的 你要能够要修宪的话 几乎是难于善清天了 所以我们也只能就目前的这个 这个双手展示的制度啊 想办法在这个制度之下 找出呢一个朝野能够呢 接受的一个状态 好好的去运作 但是我在前面的讲次也提过了 双手展示它本身就有它的困扰 为什么 所谓的一三不容二乎啊 你一个总统 如果你是用总统制 那就总统整个有实权好了 那要不你就是用类格制 总统就虚伪好了 可是现在呢 不是 现在总统又有权力 又没有权力 但他有权力的时候 他可以指挥大局 但对他不利的时候 所有的责任就往行政院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 在双手展示里面 它确实有它的问题 确实有它的困扰 所以这个制度呢 我们因为已经很难去修正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只能在这个双手展示的制度之下 我们在政府的组织法上面 在政府的职权行使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强化它的效能 来做一些呢 这个补救的方法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来讨论呢 我们的立法院 立法院呢 也非常的麻烦 所以我们的立法院呢 到底是不是相当于 西方民主国家的 这个国会 一直是困扰着我们的 这个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时至今日 立法院跟监察院之间呢 为了他们的调查权呢 还在争执的不下 所以有关于立法院的这个性质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跟各位做个解说 我们的立法院到底是不是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博会呢 我们在民国46年5月3号呢 大法官会议市至第76号的解释案 他就认为啊 这个就宪法上的地位而言呢 这个应该呢 他的职权跟性质而言 应该认为国民大会 立法院 监察院 共同相当于这个民主国家的国会 好 这个解释案呢 我们就必须要说一下 他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跟他的这个解释案出来的一些纠纷 当时呢 在民国46年呢 这个解释案是因为联合国啊 来了一个公文给我们中华民国 他的公文是这个联合国邀请啊 世界各国的国会啊 到联合国开一个联席的会议 那这个世界各国的国会呢 到这个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一个问题 当时的国民大会呢 就认为啊 国民大会才代表的这个国会 因为呢 国民大会是政权机关 立法院跟监察院是治权机关 而西方民主国家呢 这个议会呢 都代表的是政权 由人民来监督政府 所以呢 应该是我们的国民大会去 可是立法院当时就认为说 不对啊 我们立法院 其实拥有了相当于西方民主国家的 这个议会里面的国会里面的职权呢 那监察院也认为说 我们这个弹劾权呢 这些呢 权力呢 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会的权力 所以就申请解释 申请解释呢 当时呢 这个大法官呢 在台湾已经复会了 复会了以后 在解释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他确实有一些困扰 那么最后呢 他就谁也不得罪了 是吧 他说根据呢 孙中山先生的这个遗教呢 他采用的是五权宪法 或者叫做五院制 跟西方三权宪法呢 本来就不能够相比的 国民大会呢 代表全国的民众呢 来行使政权 立法院呢 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监察院是国家的 最高的监察机关 所以他们共同相当于 西方的民主国家的国会 这个时候呢 他的解释啊 是采用的所谓的 职权性质来做解释 他采用的职权性质 而不采用机关主体性质来解释 但是这种解释呢 他就把各院职权的总和 说你国民大会的权利 立法院的权利 跟监察院的权利 通通加起来 等同于西方社会的 这个民主国家的国会 但是我们也不禁地要怀疑了 你到底是等同于西方民主国家 哪个国家的国会 是等同于美国的 还是英国的 还是法国的 哪个国家呢 还是所有西方国家的国会的职权 通通加起来 等同于我们的国会呢 但是用这种职权总和论呢 最后的解释说 共同相当于 这个民主国家国会 但是我在我的宪法书上面 在民国76年上面 我写了这个说 这个是一个政治的议题 原则上世界各国 对政治议题 通常是采用的不为解释的方式 所以这个案子 你就不要解释 你只不过出去开个会 就大家协调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这么一解释了以后呢 变成了这三个机关 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国会 不是个别的 等同于国家的 这个民主国家的国会 好 所以这个案子呢 从民国46年 一直一直用用用 用到民国83年出了问题了 为什么出问题呢 因为当时在民国82年的时候 我们修宪了 修宪了以后呢 这个监察院呢 已经是类似于准司法机关了 因此呢 这个76号的解释案呢 是不是还能够再适用呢 所以当时呢 就有一些这个立法委员呢 就提案了 就提案了 就认为监察院 是不是以上司的国会的性质 跟原有的国会调查权 跟纠谈权 是不是应该要回归立法院呢 就发生了这个疑议 就申请解释 申请解释在民国的82年 7月23号 大法官会议释字 第325号的解释案就认为呢 在宪法征求条文第15条 规定实施之后 监察院已非中央民意机关 它的地位跟职权呢 也有所变动 所以上该解释呢 是不再适用于监察院 也就是说呢 这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4至325号解释案呢 就修正了这个76号的解释案 就认为说啊 这个监察院 它已经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了 它不适用 因为这个时候监察院呢 它的监察委员呢 已经不是用选举的 虽然以前用间接选举啊 大家认为它不是 合乎民主的这个原则 但是它毕竟它是一个选举 而且它斩有呢 这个西方议会的部分的一个职权 可是到了这个82年呢 这个征求条文的规定呢 这个监察委员呢 变成由总统呢 这个任命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它已经不再是西方的 这个民主国家的国会了 这个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它的性质呢 已经进入到一个 准司法机关的性质了 所以监察院呢 它就不再能够成为呢 一个国会了 可是我们会发现到 325号的解释案呢 并没有告诉我们 那立法院是不是还是相当于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呢 那国民大会呢 那如果说它不能够共同相当 那国民大会怎么办呢 还好我们国民大会呢 这个修宪以后啊 国民大会的这个职权跟功能呢 也已经善失了 都已经移到了立法院了 不过呢 当时呢 我在我的宪法论文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问题又很严重了 这目前呢 我们的这国民大会 还好是模模糊糊的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上面规定了 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央政府 我们没有首都啊 那我们只有中央政府啊 那中央政府所在地在哪里呢 我们说中央政府所在地 在国民大会开会的地方 那国民大会在哪里开会呢 国民大会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开会 所以如果当时有国民大会 那OK 你国民大会开会的地方 就是我们中央政府所在地 也就是我们的首都啦 那你会说国民大会在哪里开会呢 国民大会就在中央政府所在地 中央政府在哪里 在国民大会开会的地方 所以我们没有留完政府的问题嘛 但是问题是说 现在国民大会呢 也不选举了 也不开会 也没有直选呢 那现在我们到底中央政府在哪里呢 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过在这个解释案里面 他没有解释到 没有解释到 可是国民大会的功能没有了 所以显然国民大会 已经不等同于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 那么就只剩下来的立法院了 那立法院是不是相当于 西方民主国家国会呢 因为前面这个解释案 76号解释案是采用职权总和论 那职权总和论里面说 立法院它必须是 跟国民大会跟监察院 共同相当 那现在因为我们把 国民大会的职权 移到了立法院 可是监察院里面 还有部分的职权在那边 所以以后的这个假设 再出现一个问题 可能325号的解释案 还是不足以来应付 未来立法院 所发生的一些困扰 那么因此呢 就会出现下面的一个争执 下面一个什么争执呢 就是立法院 他到底立法委员 他们有没有这个调查权 因为你的解释案里面 在325号的解释案里面 并没有把这个监察院的 这个问题啊 完全地解决 他只有说监察院 已经是准司法机关 那么他不再是属于 这个西方的民主国家的国会 所以76号的解释案 已经不再适用了 但是对于这个立法院的 这个部分的这个职权 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调查权呢 所以当时的立法委员呢 又提出了质疑 他说这个319枪击案发生了 319枪击案发生了以后呢 这个组成了 立法院组成了319枪击案 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的条例 那这个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就认为说 你这个特别条例 是不是逾越了 宪法上的立法权限 那么对于这个立法权的 行使职权呢 对宪法发生了疑异了 因此呢希望呢来申请解释 于是呢我们这个宪法 司法院大法官呢 就来这个对这个问题呢 要做一些这个处理 如何的处理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各位来解说 好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到底有没有调查的权利呢 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有没有调查权 这个部分刚才讲 325号的解释案 没有办法帮他说清楚讲明白 好 结果呢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发生了一个 319枪击案的事件 那319枪击案的事件呢 刚刚好就涉及到立法委员 有没有调查权的这个争议 因为当时呢 立法院他们组成了一个 叫做319枪击案事件 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 这个条例通过了以后呢 当然大家就对于这个条例的 这个调查权的这个行使啊 是不是有逾越宪法的权限呢 就申请了这个大法官的解释 这大法官呢 在解释的时候 他就用了585号的解释案呢 来说明 他说呢 立法院是国家最高的立法机关 由人民呢 来选举的立法委员组成之 代表人民来行使立法权 那立法院为了要有效的 能够行使宪法上所赋予的 这个立法权呢 本期固有的权能 自得享有一定的调查权 来主动获取行使执权 所需要的相关资讯 必能呢 充分呢 思辨 审慎决定 以善尽民意机关之职责 发挥权力分立制衡之机能 那么因此呢 这个立法院调查权呢 来立法院呢 他们所这个必要的 一个辅助的权力 那在这种呢 基于权力分立制衡的原则之下 立法院呢 这个调查权所得调查之对象或事项呢 并非毫无限制 除所欲调查之事项 必须呢 与其行使宪法所赋予职权 有重大关联者外 凡是国家机关呢 独立行使之机能 受宪法所保证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调查之事物范围 好了 这个案子呢 一解释出来呢 当然又引起了朝野之间的对决 又造成了蓝绿之间的冲突 同时学者专家之间呢 也不断地在对于这个部分呢 来就做这个 很多的学术性上面的探讨 我们会发现到 在西方民主国家里面 要不他们就采用了两院制 要不就采用了一院制 那么这个国会里面呢 他们是不是享有的这个调查权呢 确实是享有调查权的 但是我们今天中华民国里面呢 这个立法院里面 对于这个调查权呢 他并没有说清楚 那我们刚才讲 这个呢解释案前面 325号解释案呢 并没有办法解释出来 他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监察院已经不是 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国会了 但是呢 对于这个立法院呢 他并没有讲清楚 可是我们说因为针修条文之后的关系呢 立法院他拥有了大部分的权力 可是监察院的调查权还继续的存在啊 所以监察院就跟呢 立法院的职权有一些发生的冲突 那么在这个解释案里面呢 这个大法官在解释的时候呢 他就说呢 这个立法院为了有效行使宪法上 所赋予的这个立法职权呢 本于你的固有的权能 自得享有一定的调查权 好 现在就问题 他的本身的争议就在这里 就是本身的争议就是说 宪法上对于立法院是否有调查权 宪法的条文或者是针修条文 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可是你大法官说 他这本于他固有的权能 就是立法院本来他就应该有调查权的 这个意思是这样 所以呢 他本于他的这个固有的权能 他享有了一定的调查权 可以主动的获取 他行使职权上所需要的相关的资讯呢 来充分的思辨 能够呢 能够审慎的决定 来善尽民意机关的职责 发挥权力制衡 权力分立的一个制衡的 可是你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解说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对于监察院这一块 他又没有办法去处理 那么在立法院在调查的时候呢 因为他为了要避免影响到监察院的职权 影响到司法院的职权 影响到行政院本身的职权 所以在解释案上面又说 你在行使这个时候呢 涉及到行政机关的本身的这个部分 你又要特别小心 对于呢 这个行使的职权上面 是有所限制的 不是完全呢 可以呢 来这个任你调查的 所以如果是行政首长 依照他的职权 依照他行政权固有的这个权能 对于有可能影响或干预到 行政部门有效运作的资讯呢 都决定不予公开的权利 那这是行政权本身的一个权限 那立法院在行使这个权 调查权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给予行政院 适当的尊重 那又把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呢 做了一个限制 使得这个立法院的这个 立法委员的调查权呢 如果是碰到行政权本身 所拥有的这个权限的时候呢 你可能在获得这个行政权的 这个资讯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干扰 同时我们刚才讲 如果这是属于司法院的职权 司法院它基于那司法调查权的时候 那你也不能够去影响到 司法调查权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解释案里面呢 解释出来了以后呢 当然学者专家呢 对于这个解释案呢 就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纷争 尤其是政治人物呢 对这块呢 问题更多 像比如说这个立法委员呢 他们要争取呢 这个调查权呢 会引发到监察委员的高度的关切 所以当时的监察院院长 王建轩 王院长 他特别去拜会了马英九总统 这个欲请总统呢 出面呢来协调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当时的这个因为已经通过了 这个立法院直权行使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这个新增的建立了这个立法院呢 这个调查权与的举行听证会的这个机制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监察院呢这个对于这个立法院的直权的行使啊 有相当大的疑虑啊 所以非常的忧心忡忡啊 认为说如果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直权行使部分条文的修正案通过的话呢 这个立法委员会不会有扩权的现象啊 那么以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来说呢 我们事实上有规定呢 立法院有调阅文件的这个文件的调阅权 但是没有明文规定呢 立法院呢 有这个这个调查权 那么其实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 与这个调阅权呢 这个部分呢 对我们宪法规定来讲是一个模糊的 这个完全要取决于啊 机关的本身或者是立法委员的个人的作为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所以呢 这个执行立法院所必须的获取的资讯啊 是一种必要的一个辅助的权利啊 以及呢 或者是所谓他固有的附属的这个权利啊 这个或者是他的末世的权利啊 在我们这个585号的这个解释案上面啊 我们都会发现到说 大法官强调立法院行使调查权 来执行立法院所必须的一个资讯获取权 是一种必要的辅助权利 或是固有的附属的末世的一个权利呢 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发现到说 在立法院与监察院之间的一个平衡的 这个运作过程之中啊 他是有他的困扰的 所以在目前来讲 我们所了解的呢 就是立法院直权行使部分条文呢 这个修认草案呢 他是有明定 他是有明定 他行使调查的这个机制 但于对于调查的对象范围 以行政呢 这个特权 属于立法上保障这个独立行使 直权事项范围为由 拒绝履行调查范围等这个相关的条文啊 都遭到了保留 显然呢 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立法院这个立法委员的职权上面 是不是可以包括了调查权 不仅仅是不同政权之间有他的增值 就在行政立法跟监察之间 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认为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应该要将76号的解释案呢 予以彻底的解决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虽然有325号的解释案 有585号的解释案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条文 能够明确的诉说 立法院就等同于 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国会 如果你确实能够确认这个立法院 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 而监察院仅仅就是一个准司法机关 甚至于把它变成一个 廉政公署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性质来看的话 那么让立法院完全的享有西方的 这个国会的权利的话 它当然是应该包括了调查权在内 但是因为目前 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解释 所以还有待以后的大法官做解释 好 因为实践关系 我们接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再见